这两盆小木槿 本来我还是想让他们这个猪形长大一点 再让它开花的 但是它一直一直都长出这个花类来 我都不愿意掐了 索性就让他们开花了 这一个已经开出两朵花来了 这一个现在还没有开出花来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盆之前种下去是差不多大的 这个用两家人种出来的这个小木槿 现在的猪形比它大了起码有三分之一 所以对于这些长得非常快的花来说 这个盆大还是有优势的 这一颗铁线连里昂春章 现在已经开出三朵非常漂亮的花来了 还有几个花苞没有开 这个里昂春章的话 一年是可以开好几次花的 现在粗花看上去 尤其是下面两朵看上去有点小 上面那一朵还是有点大的 如果等它多开一点的话会更漂亮 今天过来我发现我的这一个碎莲 它的这个叶子不知道被谁咬了 好像还有一个叶子都被它给咬断了 看到了吗 我想了想我好像就是这几天 放了一个好大的一个螺丝进去 我怀疑就是那个螺丝给它搞断的 找到它来 就是这个大螺丝 所以大家在这个碎莲的缸里面不要放螺丝 尤其是这种大螺丝 肯定是你把我的这个叶子都给咬断了 这个六碑莉让它开花之后 现在已经是开出很多朵花来了 像不像这个蝴蝶在这个花丛中翩翩起舞 现在还不是最好看的时候 等它开爆了的话非常的漂亮